近日,考古工作人员在泰山南部平原地区发现了一处前柴城遗址 目前正对该遗址进行保护性发掘 该遗址的年代上限为春秋中早期 遗址内发现的周代遗物也与鲁文化的遗物相近 记者16日前往山东省新泰市了解到 遗址内不仅发现了周代遗物 还有一处保存较好的汉代桃窑 窑市内有部分较为完整的盆、灌等物品 为研究2000年前的泰山发展历史及汉代当地制桃业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中药的一剂它主要是由这么几个方面 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发现了这个汉代的这个桃窑 这个桃窑它是一个馒头状的 南北是6.8米,东西是3米 它是由这个药石、火烫、草刀剪和这个吹眼口这四部分组成 它生产的这个产品主要是以建筑构建为主 主要是生产的这个半窑、通窑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 这一区域在汉代为柴县固城 此次发掘的桃窑应当是为柴县固城服务的 发掘中根据土质土色的不同变化 整个遗址统一划分地层 自上而下分为四层 最表层为近代时期 中间第二层为宋代时期 第三层为汉代时期 第四层为春秋中早期 遗址的发现也为了解楼德镇古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 当时不是梁汉文明最发达吗 它是为了建这个城建的这个指头作坊 从它的这个规模上来看 实际上它的这个体量 已经大大的增加了 由此证明了这个桃窑 在当时来说是比较现金的一刀桃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